超商的食物基本上 沒有 少了蔬菜也是個最大的缺點 對不對 蔬菜量普遍不足 宇安有一次 非常喜歡吃超商的食品 那妳怎麼補充蔬菜 那個時候因為工作關係 你真的等到我下班 有辦法買的時候呢 外面店都關了 所以其實最方便 超商就是我們的好朋友這樣 以我的想法來講 我本來就不太吃蔬菜 更不要講微波過的蔬菜 我都覺得那個味道都怪怪的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直接跟方便 能夠最符合醫生們 在電視上教我們的就是 額外補充 所以就變成說養成 我在吃東西的時候 像我就會找這種 那種餐前準備 什麼叫餐前準備呢 它就是這樣一包一包的 它裡面膳食纖維 對不對 就是你吃蔬菜 其實就是要膳食纖維嗎 是一包有多大的量嗎 這一包基本上就是你餐前吃 你一餐之前吃一包 它泡一杯大概 我的習慣就是寶特瓶 大概350CC左右的水 搖一搖 然後呢 重點是在於 它要餐前吃 餐前 因為我有一次很笨 我就已經吃 比如說那個水餃那10顆對不對 我就吃完對不對 然後呢 我想 糟糕 我忘了我的餐前準備 我餐後才來補充 餐後才準備 好想 好想就會覺得東西快滿出來了 太飽了 太飽了 所以它裡面的膳食纖維 我覺得它很充足 因為說真的 補充膳食纖維的東西很多 但是它裡面呢 有那個非洲芒果的萃取 這個沒有聽過吧 沒有 有非洲芒果的萃取 還有這個綠咖啡豆的萃取 還有有機綜合的綠酥粉 就是綠色的一些蔬菜粉 所以就變成說第一個 你不會吃太多 因為你有飽足感 我覺得對我們這種超商人來說 它很實用 就是在人體裡面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其實它本身呢 就是可以調節我們身體的一個 瘦素的分泌 大家都知道瘦素 就是可以提高我們的代謝 所以就是我們 就是增加我們代謝之後 所以我們的體態就會比較好 就是可以調節我們瘦素分泌 那再來還有提到那個 綠咖啡豆的萃取 那裡面含有非常豐富的綠原酸 那這個綠原酸呢 其實它的一個抗氧化 抗老化的效果 其實是非常好的 而且其實在我們人體裡面呢 它可以減少一些糖分 跟脂肪在我們腸道 就是像減少一些糖分 在我們腸道被吸收 所以就是瘦安姐 她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一個就是可以加強我們的代謝 那另外一個就是 減少了這些糖分跟脂肪 在我們身體蓄積 所以你就會有這種感受 對 然後再來 它又加了非常多的一個 那個膳食纖維 所以膳食纖維含量 一旦足夠的話 就是可以做到我們一個 體內環保之外 其實我們整個身體的調理 也是會比較健康的 對 而且 還能增加飽足感 這個飽足感這個東西 我有研究過 基本上呢 就是讓你飽足感 等於說讓你吃的少 有兩個 一個是抑制食慾 抑制食慾很多的成分是到腦 我個人覺得 我不是很贊成這種 但是增加飽足感 就是它到你的胃裡面 還會膨脹 講白話你會佔你胃的空間 吃飽 你就不會像我們這種大象胃 你就不會一直想說 這個吃這個不夠 再補這個 再補這個 而且它裡面 它泡起來有點像那種洋菜凍 它介於水 對 它是有點像凝膠 就是你喝起來是滑滑 像滾溜 有一點果凍 跟水中間那種質地 我曾經吃過類似 像檸檬寒天這一類 對 可是它居然沒有菜味 這是我覺得它很厲害的